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同姐妹平安 很多人常常会问 比如说你没有看过那个 常常会说 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什么 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 你看那个美国以前的一个标语 所以有人会说 不要问上帝为你做什么 要问你为上帝做了什么 你觉得真的是这样吗 而圣经上不是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吗 弟兄姐妹你为神付出了多少 你为神拜上了多少 你是不是重心的为神拜上呢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好吧我们直接来看圣经经文请看 好路加福音10章38到40节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简短 我们节路了一些 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 玛利亚在耶稣脚前住着听她的道 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 就近前来说 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 伺候你不在意吗 当然我要说 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是应该的 我们也是要服侍主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马大跟玛利亚他们是姐妹 然后呢他们还有一个弟弟 叫做拉撒路 但是他现在在这场没有出现 好OK 马大当耶稣来到他家的时候 马大就接他到家里 然后赶快伺候 然后做很多事 可能做饼啊 然后啊 什么切什么东西 弄什么东西啊 切水果啊 准备了很多东西 对不对 他准备伺候主 可能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 所以呢 我不是说马大伺候主不好 也非常好啊 一个重要的贵宾男 你当然要接待他 但你会发现 有些时候你的朋友到你家 然后你就很开心了 就是赶快切水果啊 煮东西啊 什么就最后 大家也许吃到一顿好的 可是他根本没有跟你讲到话 他其实很多时候 是来跟你讲话 是来跟你分享 彼此的关系的 而玛利亚抓到了这点 你看我们先看马大 马大伺候的事多 就心里忙乱 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服侍主 但是我们不要服侍到心里忙乱 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 就近前来说 你看他说了一件事 他来说 主啊你不在意吗 他不只骂他妹子 不只骂他妹妹 他伺候到心里忙乱到 他来骂主啊你不在意吗 意思是什么 穿到天地万有的主 会没有考虑到这点吗 你的意思是说 主啊你超不公平的 你怎么不在意呢 让妹妹那么爽 坐在那边听 讲到我一个姐姐 怎么样照大小牌 应该是我坐着妹妹服侍 怎么会是我在服侍 妹妹在听呢 所以他连主都骂 他不仅骂他妹妹 好像都不来帮忙 还骂主啊 你不在意吗 我告诉你 你不要服侍到这个地步 可是你看耶稣怎么说 你看下一页 马大说 你吩咐他来帮我吧 然后耶稣回答说 马大 马大 你为许多的事 失利求烦 但是不可少 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 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不是说你不要服侍主 但是你不要像马大一样 只是在为神做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马大要供应给神 马大要供应给耶稣 玛利亚要坐在耶稣前面 从耶稣得到爱 怜悯恩典 教导各样的真理 玛利亚选择那丧好的福分 丧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玛利亚一直想要给神 玛利亚从神得到 哪一个是更好的呢 声音上确实有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可是就很像十字架 横向的施比受更为有福 那是人跟人的 直向的神跟人的部分 受比施更为有福 玛利亚选择那丧好的福分 你觉得真的吗 这正经真的可以这样解吗 好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今晚下一页 约翰福音四章六到三十二节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是节路 耶稣因走路困倦就坐在井边 那时约有五正 中午的时候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 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 你知道撒玛利亚的故事 简单说这个妇人 中午来打水 她很怕被别人遇见 可是她神跟 耶稣跟她讲很多东西 原本耶稣是走路困倦坐在井旁的 肚子饿的 所以门徒去找食物了 可是当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 被耶稣无论是 耶稣先知性地服侍 她说你有五个丈夫 或者是回答她真理的问题 最后她感受到她被爱 她被接纳之后 这个妇人改变了 而且你会发现耶稣怎么样 耶稣说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不知道的 原本耶稣走路困倦肚子饿 门徒去找食物 可是当她服侍了这个妇人 她说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不知道 我们再看下一页 门徒就彼此对问说 莫非有人拿什么给她吃吗 没有啊 没有人拿任何东西给她吃 你去看圣经成文 没有任何人拿东西给她吃 可是耶稣说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 做成她的功 你懂吗 你把耶稣当成人的时候 你供应她食物吃 可是你把耶稣当成神的时候 你从她得到生命的灵粮 生命的灵粮 生命的灵粮 生命的灵水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生命的粮 你把她当成神去领受 就很像我说的十字架 横向施比兽更为有福 纵向从神跟人的部分 寿比兽更为有福 所以请尽量的跟神求你要的东西 从他得到你就经历那一切的祝福 就很像是撒玛利亚夫人 她从神得到那一切 然后神也吃饱 当神彰显她的神性 你就充足 她也充足 这就是神 不用担心跟她求什么 她就是爱你 她很乐意跟你分享 不要一直想我可以为神做什么 先来白白的干干净净的 欢欢喜喜的 领受耶稣为你所做的这一切 你得到那一切 你身边被改变 你有力量 再去为神做什么 让我为你祷告 亲爱大巴天父 亲爱的爵叔 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弟妹妹 每一位你的兄弟姐妹 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的属灵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 都知道我们是天父家里的人 我们不是要一直付出付出 供应供应供应 到空我自己没有用 到空耶稣基督 我们就得着宝足 那个磐石就流出水来 耶稣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粮 祂的血就成为我们的那个利约的宝血 祂的身体成为生命的粮 祂的身体也成为那个油 来滋润来更新我们 耶稣谢谢你 成就你这一切的事情 我求你继续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就是大胆的跟神求 大大张口大大充满 然后得到这一切的祝福跟恩典 把耶稣基督传出去 让世人都来经历这个白白的蒙福 耶稣的恩典 奉耶稣的祷告 阿们